就少子化 臺灣人不婚不生 越來越嚴重 今天的教育部宣布呢 育兒補助再提高 我們來看到呢 育兒今天呢 將從原本每月補助兩千五百元 到今年八月會提高到三千五百元 而到明年八月開始 還會提高到五千元 而在托育補助的部分是零到二歲 我們可以看到呢 今年八月開始會增加一千塊錢 而到了明年八月開始 還會增加一千五百元 下午的公園草皮 泡泡球滿天飛 家長一聽到教育部加碼育兒津貼 補助不再只是空中泡沫 可以換成手中獻金 很開心 這樣子其實讀工 讓我們非常的便宜 第三台就會更想生一點 沒錯 爸爸 零到五歲的育兒津貼 從原本的每月補助兩千五百元 今年八月加碼到三千五百元 明年八月再提高到五千元 希望年輕一代感生感養 不過年輕家長說 生一個已經心驚驚 今天加碼只是不無小補 再看到幼兒學費減免 生第一胎公立幼兒園 家長從每月攪兩千五百元 明年八月降到一千元 生第二第三胎學費還全免 非營利幼兒園從三千五百元 調降到兩千元 準公共幼兒園則從四千五百元 調降到三千元 私立幼兒園五到六歲的小朋友 也能比照津貼補助 提供平價優質的這樣的服務 減輕家長的負擔 教育部全力支持國人增產爆國 不過也有家長建議 政府應該把眼光放得更遠 小孩子的教育跟師資 跟可能課綱上的安排 可以比較多費心 台灣家長對於養小孩壓力實在頗大 看來想用幾千元的津貼加碼 完全突破少子化難關 政府可能要再挹注更多資源 歡迎新聞採集員方晴妍 台報道 準公共幼稚宝 但是公道採集員方法 本場方法 導演